大家好,鲁罕,今天我们来看一看2024款的斯巴鲁奥百 感谢JC提供的帮助,有买斯巴鲁的朋友可以找JC 本人的AI用语频道现已丢人上线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 大 Wagon车型在欧洲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在美国市场由于从轿车向SUV领域跨越的速度非常快 并没有给Wagon车型留下太长的窜口期 目前在美国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车型 多以欧洲的比较贵的那种Wagon车型为主 价格比较接地气的,就我来看 就剩下目前斯巴鲁奥百车型的 但是斯巴鲁奥百又不太想把这台车归类于Wagon车型 通过把底盘加高,通过加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外付件 直接把它送入到了紧凑级SUV的戏份市场 现款的斯巴鲁奥百是它的第六代产品 是在2021款上上的 在2023款上有着重大升级 外形尺寸变化并不大 就那个越野版本,Wildness版本 它的尺寸跟其他版本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但区别也不大 最小离地间隙是8.7寸 这个离地间隙确实不低了 比目前市面上很多主销的紧凑级SUV的最小离地间隙 还要高一些 接近角是8.6度,离去角21.7度 整备质量如图所示 斯巴鲁奥百目前在美国市场有两套动力总厂 入门车型用的是2.5升水平对峙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CVT变速箱 高级动力是斯巴鲁在美国市场看家的发动机 2.4升水平对峙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载CVT变速箱 官方建议这两套动力总厂加87号油就可以了 悬架设计前卖不逊后多连杆的结构 配备了18.5加轮,70升的油箱 EPA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2.5升的车型综合油耗是29MPG和8.11升每百公里 2.4T的车型是26MPG和9.05升每百公里 今天我们看的这台车是JCZ的一款在售车辆 2024款的斯巴鲁奥白的2.4TTouring版本 就是顶配车型了 配备了小天川 R256018的四个轮子 哈曼卡顿的音响 选了一个popular的二号宝 里面有四级脚垫 升级了LED灯组 后排椅背的保护 后保险杠的保护 自动防靴木的外后视镜 含运费的MSRP呢 为45309块 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来自于日本工厂 总装下限于美国工厂 24款和23款基本是一致的 这车呢在23款上进行了重大更新 外观设计 外观的更新是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哈 更新之后的前脸呢 大家可以看到设计的跟之前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设计的更加大的 线条更加犀利 外附件用的更加狂浪 总体来讲比更新之前更加的沙马特哈 前方照明灯组呢 有随动转向功能 左右呢 各设计了一个导风孔 但是是假的啊 前方有雾灯呢 固然比较好 雾灯的这个塑料框哈 做的是比较凶悍的 斯巴鲁欧外顶配这个暗红色哈 我感觉还挺漂亮 个人比较喜欢 从侧面来看 如果我们不看它的车身线条 只看它的高度的话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紧凑级的SUV的高度啊 但如果我们一看它车身线条 就还是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 它是源自于Vagon车型啊 包括车身各个部分的长度比例 包括车身设计的线条 俨然就是一个Vagon车型的设计手法 只是一个呢 它把底盘架高 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 它底盘的高度 会比一般的轿车要高了很多啊 跟紧凑级SUV呢 是不相上下的 基本是一致的 再一个感觉到 它这个Vagon车型 车身布满的各种外附件 显得非常夸张 不知道是为了增高 还是显得更狂野 上方的行李架呢 显得也是比较高比较憨的 在车身的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位置 还是有这种闪闪发亮的感觉 作为一个Vagon车型呢 它后面并没有一个 非常大角度的溜背式造型 可以预见的是 由于两排座的设置 它里面后备箱的空间 应该是不错的 前面两个车门子呢 是带有触摸式解锁上锁功能的 后面两个门子是不带的啊 论车门子的开启角度 如果跟这个级别的 紧凑级SUV相比呢 它可能占不到什么便宜 因为在市面上 有几款主销的紧凑级SUV 车门子开启角度 是非常夸张的 但是如果这个开启角度 跟一个Vagon车型 跟一个轿车相比 它还是挺夸张的 角度挺大的 即便是这台顶配 它的四个车窗呢 用的都是单层玻璃 没有使用任何的双层夹角玻璃 以我的身高给大家做参考 上下这台车呢 既不会像上下轿车 往里装那种感觉 也不会像上SUV 紧凑级SUV那种 上下比较从容那种感觉 它上下车的姿势呢 上下车的感觉 介于轿车和紧凑级SUV之间啊 在斯巴鲁奥拜车系里呢 有17寸的轮子和18寸的轮子 这个顶配呢 用的是18寸的轮子 顶配的这个轮骨造型呢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颜色呢 也是以亮色为主 辅助了一些亮黑色的装饰哈 斯巴鲁奥拜全系的刹车系统 都是一致的 前盘用的都是直径 12.4寸的通风盘 后盘用的都是直径 11.8寸的通风盘 在小改款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后方的改变呢 并没有像前方改变那么大 其实后方呢 也挺沙马特的 但是感觉到并没有像前方 那么沙马特啊 如果我们不看前面 只看后面 可以感觉到外付件用的 也比较夸张啊 但是一看到前面呢 后面就显得比较素了 上方呢 是一个鲨鱼旗的天线 整合了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呢 是留媒体后视镜的啊 整合了高危制动灯的小尾翼 后面有两个小门框 后面有雨刷 C型和反C型的组合是后尾灯 后方的保险杠平台呢 设计相对的也比较突出啊 在传统保险杠位置以下呢 设计的并不是太复杂 后方有注册雷达 下面呢 有两个比较粗的排气管子啊 左右各一个 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斯巴鲁的钥匙 后卫箱打开之后呢 上方内衬就都是塑料了 上面带一个灯啊 这个做的还比较好 由于这台车呢 在后面并没有一个 很溜背的造型 后卫箱各个维度 基本都比较出色啊 包括这个开口 形状也是比较规则 后备箱下眼并不算太高 跟目前市面上 主销的这些紧凑级SUV相比 它相对的会低一些啊 整个后备箱下方呢 底部有四个勾点 上方呢 前面有两个挂钩 这有一个翻折式的挂钩 挂钩还比较齐全 放到第二排的拉手 下面有个电炮 右侧跟左侧对应 这有两个挂钩 放到第二排的拉手 一个折叠式的挂钩 下面有一个网兜 这边有个12幅充电器插口 盖板掀起 上方第一层呢 是简单的随策工具 千斤顶 把这个泡沫收开 下方就是一个简易的备胎 这是第二排放到之后的空间表现 坐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小改款之后的 装控内饰造型 基本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啊 没有发生像外形 那么大的改变 四个车窗呢 都带有一键升降功能 后视镜带有自动折叠功能 这车并没有抬头显示 但是它在抬头显示那个位置呢 放了几个警示灯啊 当有一些紧急情况 包括你压线了等一些情况 它都会亮起这个警示灯 正好在你的眼睛正前方啊 小灯也比较亮 仪表盘呢 仪表盘呢 还是那块仪表盘 两个相对比较有质感的实体表 中间是一块面积不大的液晶屏 液晶屏里面显示的信息 包括布局 包括动画的制作 感觉都非常斯巴鲁啊 坦率来讲呢 包括这个液晶屏 还有这个仪表盘 在2024款上 本应该做得更好 方向盘呢 也是斯巴鲁家族的通用件 一个大三幅的造型 方向盘呢 尺寸并不大 显得比较运动 方向盘的皮质呢 跟方向盘本体粘贴的并不是很完美啊 一些小细节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本可以做得更好 方向盘上面的快捷键呢 包括后面的拨杆 都是家族的通用件 方向盘加热的键子呢 放在了这个位置 非常斯巴鲁啊 在一个顶配车型的方向盘 这次加热呢 是一整圈都可以加热了啊 全车灯组有自动开闭功能 但是并没有自动远光功能 前方雨刷有雨量感应功能 流媒体的后视镜 一个比较宽 但是比较浅的眼镜盒 没有全景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有个iSight系统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前方的元素呢 这个部位的元素 显得还是比较多的 斯巴鲁呢 也比较直男的 只要多了一个功能 就开发一套模具 前面显得相对还是比较乱的啊 我在想 为什么不做一个集成式的一个塑料壳 把这些功能全部罩在里面 做得美观一些呢 2023款更新之后呢 它把这个iSight的系统 增加了新的广角立体摄像头 并且改进了 控制和图像识别的软件的性能啊 并且在Turing级别上呢 对摄像头的功能进行了增强 使得iSight的视野呢 进一步扩大 识别人和自行车的速度呢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斯巴鲁呢 也是比较早的 就跟进了中央大屏的品牌啊 整个屏呢 分成三块啊 最上面呢 是多媒体 中间呢 是传统的中央屏 下面呢 是空调的控制 这个屏呢 如果放在之前款待问题不大 但如果放在24款呢 稍显的反应有点慢啊 显示的呢 也不是很清晰 色彩呢 倒是挺斑斓的 车辆设置分成了 车辆的控制 辅助功能 和一些设置 包括发动机的自动启停 凹凸后功能 都得到屏里来按 在外面呢 是没有留出实体体验件的 这台车呢 分成几种驾驶模式 一个呢 是经济模式 舒适模式 正常模式 还有动态模式 当然还有我们的X mode 前排两个座椅呢 带有通风加热功能 前方影像 后方影像 方向指示线 影像的像素画质 确实非常一般啊 作为24款的顶配来讲呢 确实还有提升空间 下面呢 有一个奥克斯接口 有一个小口 一个大口的数据交互口 中央扶手线呢 分两厂开启 第二层呢 里面的容积并不大 里面有个导航光盘的插口 有个12幅充电器插口 作为这台车呢 虽然它是脱胎于轿车 但是它底盘架的比较高啊 所以感觉到 即便把我的座椅调到最低以后 我的坐姿 同样也是要比 其他轿车的坐姿要高一些的 那也因为它脱胎于轿车 所以当你眼睛往前望的时候 会看到它前击舱的长度 会比同类的友上竞品 要长一些啊 其他的车型呢 当你脚向下自然下垂的时候 脚是有个向下的感觉的 但这个车呢 坐在里面 腿还是有个向前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轿车感觉啊 座椅呢 就是典型的斯巴鲁的感觉了 作为这个顶配侧型 它给你的包裹 支撑的感觉 都还算比较到位啊 但是也谈不上多完美 天重材料呢 软硬适中 大家可以看到 形状呢 做得也挺漂亮啊 头枕呢 还能按角度进行调节 作为顶配 前排这两个座椅 都是电动调节的 只是主驾驶的调节项目多一些 主驾驶呢 比副驾驶多了腰口的四项调节 坐垫的手动延展 两项记忆功能 它这两个镜面呢 也有一挂倒挡 镜面向下自动翻折的功能 但不太好的一点呢 就是当你切换到前进挡的时候 它上来的 不是太及时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 中控台的用料 上方软性材质 软性材质 副驾驶这边呢 还有一个置物格 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腿呢 靠在中控台的部位呢 上方是软性材料 下面就是硬塑料了 副驾驶这边呢 还有个储物格 坐在车里看窗框 是能够看到金属件的 窗户在关上那一刹那呢 没有降噪的动作啊 门板的用料 上方软性材质 装饰宝儿 扶手附近呢 是皮革材质 下方呢 是硬塑料 一个门板子上呢 还做了一个水杯件 坐进来的总体感觉呢 在有着强大的电子功能的同时 你像里面的平的软件硬件啊 包括按键的布局和质感呢 再包括一些人体工程学方面啊 是不是都应该有个 与时俱进的提升 坐车呢 我们也不能太知难了哈 坐在第二排呢 也有个加高式的效果 第二排呢 感觉比第一排的视线 要高了很多 第二排空间没有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 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 这个椅背呢 跟壁柱平齐的 第二排座椅呢 也是比较舒服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不论是哪个维度 都可以给你身体很好的呵护啊 座椅的添重材料呢 感觉比前排要稍微软一些 比前排的座椅 坐垫呢 感觉更厚实一些啊 靠背也挺舒服的 椅背两脚最大 座椅前后是不能调节的 第二排这两个座椅 带有两个档次的座椅加热功能 空调呢 第二排是有出风口的 但是第二排的空调 不是分区调节的 后面呢 有一大一小充电机插口 中央地台的隆起 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排椅背的后面呢 而且还给你规划了很多小格 这个做的比较厚的 坐在第二排看门框呢 是能够看到金属件的 第二排门板的用料呢 上方软型材料 装饰板 扶手附近呢 是有皮革材质的感觉 下方就硬塑料了 第二排的中央扶手呢 高度是够高的 上面有两个比较机车的水平件啊 这款2024款的2.4T的奥板 在总体的驾驶感觉上 没感觉到跟升级之前 有什么区别啊 还是那种中规中矩的 斯巴鲁在这个级别上的感觉 没有什么出圈的 动力仍然是这台车的卖点 本来这么大的车 2.5自细的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2.4还加个涡轮增压 这个发动机的家族当中 驱动三排座的中型SUV 都可以胜任啊 驱动这台尺寸相对小点的车 就更没问题了 由于即便是涡轮增压 没有介入的时候 发动机驱动这台车辆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感觉到整体的加速性 还是比较均衡的 不会有初段的那种 懒懒洋洋的感觉 涡轮呢 大概在2000转左右介入 只是如果你的油门 踩的比较线性 不是那种 机子白脸 急加速的话 你基本感受不到涡轮介入的时机 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车的动力感觉 总体上就感觉是越踩越有劲 在高速限速以下 基本感觉不到动力槽点 如果说有槽点呢 就是这个CVT变速箱 这个CVT变速箱 如果说过日子 配合这台发动机 应该说足够用 那如果要是和这台车 狂浪的外观相匹配的话 我觉得发动机还好 发动机确实挺猛 但这个CVT变速箱呢 好像差那么点意思 比如你想急加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CVT由于其结构原理的原因 它不能够像其他做的 比较好的多档变速箱 反应那么快啊 不会给你个迅速降档 提高动力的感觉 显得有点肉 显得动作不够迅速 我个人建议 如果是2.5升那个发动机 自习那款发动机 配这个CVT变速箱呢 没啥大问题啊 但如果是这个2.4T的发动机 我觉得怎么也得上一个 主流的多档变速箱 斯巴鲁如果觉得自己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你们现在不是爱合作吗 你可以找找你的合作伙伴啊 悬架感觉到也没什么变化 也是在这个价位上 应有的那种日系的舒适法 在平顺起伏的路面上 也有一定的上下起伏的幅度 这做的都挺好啊 在低速压到路面路况的时候 悬架也会极力的进行过滤 但车内呢也会适度的感受到路况的颤动 不知道是我认知上的潜意识 还是事实原本如此 我感觉到以悬架为代表的 这台车很多方面都跟丰田家的同级别产品 是越来越像了 刹车呢感觉在这个级别里 就算是中油水平吧 刹车踏板呢并没有矿量啊 刹车距离呢相对也比较理想 刹车踩着不软 但如果相比德系车呢 它这个刹车踩着也没有那么硬实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刚刚好 低速比较轻 但它这个轻呢 在低速的时候并不是有韧性的那种轻啊 在低速柔方向 如果一不小心你把方向盘打满 方向盘的阻尼呢 也不会让你有警觉 直接就咣当一声啊 高速的时候方向盘还是比较稳的 这车的噪音控制呢一般般 在行驶起来呢 包括发动机的声音 包括胎噪风噪 基本都会听到一些 总体感觉这车的动态体验呢 之前我们也聊过啊 JR4款呢 跟小改款之前呢 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这个价位里 目前日系车应有的水平 这话呢 如果对于斯巴鲁车迷来讲 肯定是不太入耳的 但确实 它的表现和它所在的这个价位 应该是比较匹配的哈 并没有一个超越期待的感觉 但如果单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就是这台 2024款的 斯巴鲁奥拜顶配的参观视频 这台车从外观来讲呢 比更新之前更加的狂浪 外附件显得更加夸张 内饰 中控 跟小改款之前 感觉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当然功能性就官方讲 进一步的提升 整体的外观内饰都很斯巴鲁 就是在这个价位里 中规中矩的一款车型 在驾驶体验方面 感觉到这台2.4T的发动机 还是非常强劲的 整体上也是一派舒适的风格 并没有它外观的那样狂浪不羁 其实官方把它放在了 紧凑机SUV这个戏份市场里呢 我相信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单纯的一味强调它是Vagon 可能在美国市场上 它不会有这么大的销量啊 但是当把它进行了加高 全身的外附件 进行了狂野化的设计 并且把它推到了 紧凑机SUV这个戏份市场里呢 它的销量才能够节节攀升 并且成为了家庭的销量支柱 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台 加高式的Vagon车型 毕竟它还是源自于利尸车型的 官方在发布对外信息的时候 也是把它和利尸放在一起发布的哈 奥拜目前作为美国市场上绝无情有的 具有比较接地气价位的Vagon车型 大家有喜欢的可以看一看啊 缺点呢 感觉做的比较糙 如果做的再精致一些 就会更好了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